再過兩個禮拜 就是清明連續假期 為了輸運返鄉旅客 台東縣政府再度向台鐵局 爭取兩列次返鄉專車 分別為四月三號 由樹林開往台東 以及四月七號從台東開往樹林 總計七百三十二個座位 將在三十號晚上七點 同一開放網路訂票 訂票的方式流程都跟過往 都是相當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 我們這次特別在開放訂票人 直系親屬跟配偶 都可以共同搭乘 那這部分也是因應 許多鄉親的一個需求 為了體恤鄉親需求 限服首度犯寬 購票條件 只要身份證字號是V開頭 或是涉及在台東 達六個月以上的訂票人 不管配偶或是直系親屬 是否涉及在台東 都能隨同乘車 且最多可購買四張車票 不過消息一出 對於每逢廉價 總是一票難求的台東鄉親來說 要順利訂到車票 無疑是難上加難 我是覺得會有壓縮 因為真的是我們以往這樣訂票 不管是返向裝車的給我們的票 再怎麼訂的話 我是覺得還是會有困難 實際上 譬如說他可能只需要四張 那他可能從此找了五個人一起下去訂 那剛好如果這五個人都有訂到 就會訂到二十張票 那實際上他還是只有四張票需求 那可能他十六張他就會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會被釋出這樣 台東市政府指出 雖然每次返鄉車票 幾乎在短短三分鐘之內 就會被秒殺 不過大多是因為民眾 重複訂票產生的結果 到了實際取票時 還是會剩下許多車票被釋出 因此希望藉由放寬條件 讓車位能有效被運用 也呼籲民眾考量自身需求訂票 尊重他人權益 也是新聞 直播台東市採訪報導